我现在回答一个问题 如何持续有这种火热的心 能够整个生命神 我愿意给你使用 就是走在神的路上 我会说这里有两个质素 一个就是动力 就是两个因素 一个就是动力 我如何有这个动力持续 向前走在神的路 第二就是方法 有些人想但他没有方法 这个动力 其实这个很大部分是信心 信心是什么呢 神话了我就相信 神话了他帮我他爱我 其实这个很重要 因为我自己 我讲什么教育 我自己都是天天用的 我天天都用 譬如我最近听到一些人 背后说我的话 是非常之不合理的 听完人总会觉得 为什么会这样的呢 这么离谱的东西都说得出的呢 但是我听完我就说 我如果受影响 我就会软弱 所以我选择是不受影响 那为什么我会这样珍惜呢 我意思就是 我处理内心的感觉 情绪 思想 我每天都可能有不同的事情去处理 那我处理的过程 我发觉呢 是不容易的 但是呢 我有信心 我刚才说到信心的重要性 就是我深信 我生命是很宝贵 是很重要 所以呢 他说什么 我不用放在心上 因为我走神的路 他说什么都没用的 于是呢 我在心里面这样处理 但我发觉呢 我思想上处理 和我处理得到 是两回事 就是我想处理 我思想上处理 我说 好了 我相信我是不重要 人家说什么都不能伤害我 我思想上这样相信 但是那种感觉 不会马上去到的 就是我是要不断地 耶稣在爱我 耶稣在祝福我 耶稣真的帮我 因为圣经是说了这些东西 我深信耶稣在帮我 当我依靠神 我不被人影响 我也是很有喜乐平安 于是我不需要受影响 这样的时候呢 我就会有力 就是我意思就是 我每一个教导 我真的自己 比如说神爱我 是不断去处理 不断去处理 那 就是这个人说回我听呢 其实是一件 过去发生的事 就是 其实有连续几件事发生的 不过 昨天听到一些新的消息 就是 更加证明那个人 真的很有问题 就是说大话 无告 涅造 涅造 但是我说 既然他有这样的问题 我需要放在心上呢 我想说 我会这样处理 但是我发觉 都是心会 有些受影响的 但是我就说 不用受影响 因为神爱我 就是这个信心 很多人很难相信 神爱我 真是爱我的 真是很喜欢我的 我走神的路 神欢得到不得了 这个信念 很多人都没有 中国人都没有